先车下锚 把螺临通 把螺临通以后 把这个螺丝拿出来 把这个叫底板从这里撤出来 这样撤出来 然后放到其他地方 下面撤掉以后开上磨 先把这两颗螺丝松下 酥脆一点 然后顶这个螺丝 往里面顶 这里就出来了 出来有个两三个毫米 然后手扶着模子 手扶着模子 中最后螺丝 再动过来 然后锤子敲模子 从后面往前面敲一点 轻轻地敲 就下来了 这是开模的一套 先把上磨 上磨这里是凹凸的 是凹凸的 然后把这个叫磨病 把磨病拧在上磨上 用管子钱把它敏紧 然后用管子钱把它敏紧 把这个摔入 自己都要够炒得自己有点 夹在台前上 用管子钱把它敏紧 扔过去 夹在台前上 用管子钱把它敏紧 这个磨便就安装好了 然后现在装下磨 装下磨 这边有两个螺丝孔 这个螺孔偏在一边 这里有三个螺丝孔 把这个螺临在这上面 对等它 小车大的 对等它 然后拧紧 拧紧的保证 螺子跟这个平面 成一条线 螺子的这条边 跟它成一条线 拧紧后 拧去模式的中心位置 对等这条槽 然后把两旁的螺丝顶紧 在这条线 最后摇UC 在这条线 的径 顶紧以后把脖子的后面用个铁片 把脖子的后面靠好 这样就是项磨固件组织好了 马上开始装上机器上面 把这个体骗离开一点 敲开一点 离一条间隙 空间间隙这里 这是保证 保证片子有平稳度 好 把主动好下磨 放在这个工作台上面 先把这个螺丝 那一颗螺丝穿上去 然后把这个螺丝也穿上去 再把主动好的放膜 把它折好 然后把这个阀往后面拉 叫关器 关器 关器以后 把这个空床拉下 往下面拉 把这个锁拉开 一定要拉开 拉开 拉开以后 空床 特别有孔 有下 按着全身的方向往上 一直往下 直到河派往下的动位置 你看到鱼来吃 你看到鱼来吃 完成了 很好 然后 这个磨肉面对着这个孔 慢慢的往下面 往下面 aug 往下面下 包括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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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这一股是调整什么的啊 下到这个我做了个记号 对着这条缝 就是花块的最低点 叫下肢点 然后 就比动它了 比算了 这个通常花块移到最下面的点了 然后 再把它往下压 压着稍微平 平一点 把模子压平 压平以后 先鼓定上模 把这个螺丝先中开 先鼓定这个两个螺丝 切好以后 再把这个螺丝拧起来 这样沙磨就要装好了 现在以下磨对上磨 把这个边一定要对平 上磨和下磨的边一定要对平 这个拿锤子敲 一边敲平一边手磨 这道手磨得很平整的以后 再把这里拿锤子敲 刀片磕笼 轻轻地敲 磕笼以后 再把下磨固定好 固定好以后 再把上面稍微松开点 往上松开点 然后再转动 这大刀片磨是分开 磨是分开以后 再用长前的棍子 翻到这里 有下往上 看刀片是否打架 下去了 没有打架 就差不多了 然后再竹笔往上 这样的话 找个铁片 看 尽一下刀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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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壳 放进一边 然后重复它 有下往上 用刀壳 好 直到断开 刀壳平坤没有毛刺 那磨刀就全部搞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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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